大家好,我是阿聚 上一期说到,千代在医院因病去世 全家陷入悲痛之中 绿子为走出丧母之痛 葬礼结束就去了东京 而伊朗也回家帮父亲的忙 不久后,阿湘的姑父作为高神村村长 被传出贪污两万多元供款 那笔钱有部分是渔民修缮码头用的 百姓们聚集冲击公所 希望让风平极差的村长下台 但村长坚持不下台 还将他们的行动判定为暴动 众人不服村长的傲慢 他们召开反动会 经过详细的计划后 决定在中元节当晚袭击村长家 四位村议员不出面 主要领导者是集武 因为外穿渔夫就能集合几百人 中元节那天,阿湘发觉了不对劲 全家人明显躲着他 就连立根也是找借口离开了 而集武最近很少和阿湘说话 不管问什么都是含糊其词 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辜负的原因 阿湘问集武 是不是因为我是村长的侄女 所以你们不相信我 集武却笑着表示 你是我老婆,我怎么会不相信你 集武继续告诉他 不管村长风评有多坏 他毕竟是你姑父 阿湘则打断他表示 我和你是一条心的 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但是你千万不要使用暴力 集武温柔地告诉他 放心吧,一定不会的 可前脚刚答应老婆 后脚就通知大家 所有人拿好家伙 今晚有大事发生 迷太郎第一个来劲 集武让大家保密 今晚九点出发 伙计们文讯都很兴奋 与此同时 其他人也在紧张地准备着 从外川一路通知到了高神 而阿湘正在洗碗 马场伙计火燎跑来告诉他 后庭的人要去打架 快去通知大少爷 阿湘刚走出门 两人完全不知道 这些话阿湘都听到了 阿湘冲进来告诉他们 别这样做 集武母子很是尴尬 阿湘求他们不要用暴力 集武却表示 好好商量已经试过了 现在是最后的办法 就连立根也在一旁附和 现在可不是男人退缩的时候 阿湘又问他 那么多有能力的人 为什么偏偏要你去 集武告诉他 外川的资金都被他们死吞了 作为外川渔夫的首领 他必须要去 阿湘哭得好伤心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集武却会打他 甚至不理会立根的劝阻 训斥他是背叛者 阿湘哭着解释说 我没有背叛你 我只是不想让你成为罪人 立根看情况不对 他选择独自离去 让集武自己看着办 其实他们都没有错 阿湘是不愿意丈夫去犯罪 而集武是背负着百个家庭的责任 集武也为刚才的莽撞道了歉 阿湘扑倒在丈夫的怀里 但集武还是去了 几百号人集合完毕后 他们叙事待发 集武率领外川渔民及村民 袭击了村长家 就连村公所及村长派议员们 也遭受了冲击 后来演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暴动事件 不消片刻时间 第一批商员回来了 其中就有集武的弟弟善集 阿湘很担心集武的安慰 但好在过了没多久 集武也回来了 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可现在事情闹得这么大 阿湘心里也明白 这事不好解决了 看着熟睡的集武 他的担心还没有消除 事实上集武又岂能不明白呢 但为了外川这些百姓的家 他愿意承担下来 他拜托自己的妻子 万一他有什么事 这硕大的家业一定要守住 话还没有说完 就看到警察正往他家去了 回家后 集武为了不连累到其他人 他果断地接受了逮捕 走之前还叮嘱阿湘 虽然集武愿意承担 但昨晚暴动那么多的人 只是简单清点了一下 就带走足足上百号人 另一边 板东等人正在吃饭 眉目就带来消息 告诉他昨晚发生的暴动事件 纵然是企业老板 这种事情也让他很是震惊 而他的妹夫此时正和记者们周旋 说这些人诬陷他贪污 还暴力打砸村公所 必须严惩 这些刁民 集武等人被抓以后 外穿渔夫们团结一致 不出海捕鱼 以示抗议 但如此以来 大家都没有饭吃 生计也是陷入窘困之境 阿湘作为船主妻子 他让大家坚持坚持 最近的开销 他们会想办法 因为渔夫们的团结 很多人在几天后就被释放了 但带头的嫌犯 却要被关押定罪 而集武就在其中 看着这些顶梁柱被缓缓送押 大街上的妇女哭成一片 阿湘也在人群之中 他不理旁人静止走向集武 让他不用担心家里 要集武照顾好自己 但是 看到丈夫的脸 阿湘控制不住 他冲到集武身边 想看看自己的男人 却被无情地推倒在地 而集武则被警察 粗暴了带走 此时的阿湘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能做的 就是照顾好家里 打理好家里的一切 刘依也收到消息 来到了外川 看着女儿从入罩小姐 变成此时的农夫 母亲也很是心疼 她这次来也是想帮忙 她让阿湘去找板东 好好道个歉 也许能帮得上忙 立根却不同意 现在 这个家里阿湘最大 怎么能去给人磕头道歉呢 尽管刘依苦口婆心地 说了很多 但还是不了了之 当天晚上 几个愚公小孩 问阿湘有没有吃的 他们已经好几天 没吃过热壶饭了 因为他们的父亲 也是收押人员之一 阿湘急忙给孩子们 拿东西吃 还在装开心地 哄着孩子们 第二天 阿湘就背着衣服 要去给大家送温暖 偏偏在路上 遇到了板东 这个断绝了关系 还疼她的父亲 又是用最简单的方式 帮助了正在受苦的女儿 板东坚持要送她到车站 背囊这些也全部拉走 许久不见的父女 显得有些尴尬 但板东还是告诫了阿湘 我早告诉过你 外行人干预政治 一定没有好下场 现在知道了吧 阿湘却表示 他们没有杀人 也没有放火 只是为了那些破碎的家庭 父女俩久违的谈话 也在火车即将启动时 终止了 阿湘没有回答 默默地走了 或许他真的不知道 怎么面对这个爱他的父亲 车子缓缓地启动了 就如阿湘的心 也跟着起航 经过长途跋涉后 终于将这堆衣服 送到了监狱 但警察不允许他们见面 这让阿湘很无奈 也许是上天眷顾 这个善良的姑娘 出来时 还碰到了吉武 虽然遮挡了头部 但自己的爱人 他一眼就认了出来 阿湘三步并坐 两步地冲了过去 但还是被拦了下来 看着远去的吉武 阿湘再次喊话 因为姑父亲战公款 嫌疑越来越大 受到多日审查之后 他只能辞职下台 同一时间 板东也收到了消息 他很愤怒 这无异于扇了自己耳光 虽然政府不允许渔民出海 但是工人们去当劳工 赚了一些钱回来 这让家里也能度过一段时间 久违的笑意 终于挂在了阿湘的脸上 几天后 善疾又带来一个好消息 判决下来之前 吉武他们可以被保释了 但律师说 每人的保释金要400 立根一算 家里7个人 总共要2800 当年板东的汽车才卖400 而家里为数不多的钱 全部救济了村民 这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更是雪上加霜 阿湘为了筹钱四处奔走 曾经的姐妹尤其有些路子 他带着阿湘来贷款 拨款人很诧异 你一个入兆千金还能缺钱 阿湘却表示 他现在是外穿的吉武香 还表示只需要800就够了 这人问借钱干什么 阿湘很难开口 拨款人继续说 你不告诉我干嘛 这钱肯定不能借给你 但尤其知道阿湘不好开口 就替他回答了 这人只是问了一句 虽然费了很大的力气 但钱还是搞来了 善吉也对嫂嫂的能力很是佩服 交完保时金 吉武等人在关押36天后放了出来 这让大家无比的开心 也是在这晚 吉武发自内心的赞扬自己的妻子 说他太辛苦了 一个久违的拥抱 温暖了阿湘的心 也湿润了吉武的肩膀 勤劳的渔民一回来就去出海 担负起各自的责任 村长的罪名也被坐实了 他跟同伙全部下台 而阿湘迟迟没有怀孕的迹象 他瞒着吉武等人每天祈祷 恰好被吉武抓了个正着 面对吉武的质问 阿湘遮遮掩掩 当吉武得知是孩子的问题 他也是哭笑不得 得知此事后 立根告诉阿湘一个方法 阿湘这么乖巧 当然要来试一试了 原来是叫阿湘去神社报食求子 看阿湘这虔诚的表情 想生孩子的 可以试一试哈 外川这边刚安稳 入罩那边又乱了 龙岳的老板娘来了 这个刁蛮的女人想来争夺济世之位 还大放厥词 说板东娶阿满天理不容 听到消息后 阿湘也很是苦恼 毕竟无风不起浪 何况阿满还有点姿色 到了冬天 雪花肆意飞舞之际 绿子也从东京回来了 还是那么的美丽动人 一郎在路上偶遇了姐姐 绿子在工人们一阵簇拥下回到了家里 板东表示 你那么不听话回来做什么 绿子说想您了呗 所以回来看看您 而且他频频梦到母亲 觉得是母亲让他回来 原来在千代去世后 绿子和板东保证了 去东京学习表演 一年后就会回来 然而他又偷偷和人谈恋爱 这件事情板东早已知晓 问他的青郎怎么没有回来 自己好扭断他的脖子 绿子表示反正已经结婚了 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这一番话差点把父亲当场送走 好不容易养大的闺女 一个比一个气人 也是在绿子回来的第二天 阿湘来到了母亲家 许久不见的母女都很高兴 但是阿湘却问母亲 听到外面的传闻吧 据说父亲要娶阿满为济世 刘一笑着表示 老爷绝对不会做那种事 你就不要瞎操心了 偏偏这时 阿满来了 他告诉刘一 昨晚绿子回来了 现在家里一致认为 老爷应该执行千代的遗言 娶您回家 刘一却问道 是老爷叫你来的吗 阿满吓得跪在了地上 他说了很多真心话 其实他从小就很凄惨 好不容易长大了 嫁人了 还被传谣言与公公油然 丈夫顶不住压力 将他扫地出门 只留了一个孩子 还不让他们见面 是入罩这么多年 不嫌弃他 给了他工作 他是真心为了老爷 更是为了这个 二百多年的企业 说着说着 自己就哭了 连头都抬不起来 刘一多么善良 立马拉起了他 两人也是在这一天 真正的摒弃了前仙 因为阿满没请回刘一 板东在第二天亲自出马 二话不说就让刘一坐下 很爷们的告诉他 你给我听好了 房子我已经卖掉了 你从今天开始没地方去 所以只能来入罩 不给刘一说话的机会 板东继续说 不用担心阿湘的是 时机成熟了后 我会和阿湘解除断绝关系的 让他也可以回入罩 听完这些话后 刘一整个人目瞪口呆 然后就开始哭 情这个字太重了 当他刻在心里后 就再也无法抹平留下的烙印 所以今天的板东很爷们 他直面了自己 也直面了刘一 回到这边 吉武家也来了位特殊的客人 竟然是绿子 姐妹俩久别重逢之际 还带来了另一个好消息 刘一已经答应和板东在一起了 过几天就要举办婚礼 绿子结婚的事 也告诉了阿湘 阿湘很震惊 随即问姐姐 父亲怎么看 绿子表示 父亲要扭断他的脖子 这天 姐妹俩聊了很多 久别重逢和无话不谈的感情 到了夜里 姑姑阿银问板东 为什么要娶六一 她丈夫出事就是因为吉武 难道你一点都不顾及我吗 板东只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说的姑姑很是尴尬 第二天 舅舅代表陆兆家来到了外川 可这家伙瞎传话 说阿湘的姑姑也会去 你们就别去了 那天天气好 好好捕鱼吧 这句话惹火了利根 很快 板东和刘一的婚礼如约而至 这一天本该是其乐融融 但是板东却很愤怒 因为舅舅通知的问题 导致阿湘夫妇无法来参加了 阿满表示 今天是您大喜的日子 千万不要发怒 不吉利 但板东又怎能开心 看了刘一的眼色后 才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与此同时 阿湘来到了海边 一想到父母的婚礼正在进行 他却不能去 内心也只能不断地祈祷着 等他再次转头时 却发现了个熟悉的身影 原来是水桥这小子出狱了 好巧不巧 水桥也刚好看到了阿湘 阿湘肯定不想与他有染 不愿搭力赶忙道别 但还是被水桥拦住了 问他绿子现在怎么样 阿湘告诉他无可奉告 但他岂能轻易放过 另一边 随着离奇的歌声响起 板东与刘一的婚礼也开始了 一对新人彼此交融 今后就彼此相依 其他人也是相当肃穆 这婚礼有点看不懂 歌声也不敢恭维 给各位欣赏一下 婚礼结束后 绿子就接到阿湘打来的电话 这一切也被眉目听到了 但是聪明人只会沉默 阿湘将遇见水桥的经过 以及水桥的诉求 全部告诉了绿子 绿子态度很坚决 如果碰见这个复心人 一定要打断他的狗腿 洞房花主意 板东一直在给刘一失礼 表示这么多年他不容易 但我认为 男人最好的聘礼 就是一生的迁就 而女人最好的嫁妆 就是仪式的理解 然而温馨总是短暂的 一阵阵琴声飘了过来 今日的琴声略显潇琐 从前的琴声都是通知水桥 这一次 说好的态度坚决 会不会只是发泄呢 并不是 这个铁骨蒸蒸的绿子 还是来了 水桥好惊喜 绿子真的来了 而绿子却表示 我只是告诉你 不要缠着我 说着说着 俩人就回到了屋子里 水桥好激动 他质问绿子 真的结婚了吗 绿子也说了实话 只是口头的 私定终身而已 偏偏这时 地震来了 所谓患难见真情 水桥用自己的身体 包裹着绿子 防止其受伤 地震结束后 绿子还是和他抱在了一起 两人再次 久情复燃 第二天一早 一个畏畏缩缩的男人出现 他是绿子所谓的未婚夫 何元 何元准备带绿子见父母 绿子却表示要和他分手 这也让何元很意外 绿子接着告诉他 其实从来没爱过他 只是当年因为寂寞罢了 何元当然不死心 还要纠缠绿子 偏偏被板东撞了个正面 何元为了爱情也是不从 质问绿子是否是你的父亲逼你的 绿子说不是 板东当然高兴 这个大闺女终于懂事了 在眉目等人的护送下 绿子安全返回了入罩 板东还在路上高兴的唱歌 但到了傍晚时分 绿子和水桥又在优惠 两人商量着准备私奔 水桥其实内心害怕板东 绿子却让他放心 板东以为他觉醒了 睡觉都在偷着乐呢 话音刚落 就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水桥赶紧让绿子藏起来 意外的是 来人正是何元 他是跟踪绿子来的 这一场情敌之间的对决 就要开始了 绿子在门后听得一字不落 水桥说这个地方施展不开 咱们换个地方 何元说那好 换个地方也省事 下一刻就看到绿子慌忙追来 两个为他决斗的男人 他一定要阻止 但令人意外的是 本以为何元有点魄力 但他竟然直接跪下了 让水桥把绿子还给他 他好不容易才拿下绿子 没有绿子他要怎么活 但水桥说不可能 只看何元缓缓站了起来 水桥双手插兜毫不在意 嘴角还挂着笑意 这下两人真的打了起来 水桥长得高 占了些优势 可这两个怂货打就打吧 非要跑到悬崖边来打 绿子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 几番缠斗下来 水桥一个不注意 竟被何元推了下去 此时的绿子 仿似世界崩塌一般 绿子在悬崖边撕心裂肺地喊着 而何元也失去了理智 三人就这样摔下悬崖 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 得到消息的阿湘等人姗姗来迟 经过一番搜寻后 以为三人是殉情了 吉武让大家分头行动 善及去报警 剩下的人发动所有船只去搜救 阿湘也是乱了阵脚 对着悬崖一直喊绿子 还好被吉武拉了回来 要不然今天就能大结局了 另一边 板东接到了电话 这让板东有些不知所措 他用最后的坚强告诉阿湘 让所有的船只去找 花多少钱都行 关乱电话后 这位父亲瞬间苍老了好多 经过一夜的搜救 从海边打捞到两具尸体 是水桥跟何元两兄弟的 而绿子福大命大 奇迹生还了 他在坠崖的途中 卡在了树枝上 从而侥幸获救 经过体检后 医生表示没什么大事 只需要静养就可以了 警察紧随其后前来盘问 他先后问了绿子和水桥二人的关系 随后步步紧逼 就连板东都不让插话 对于绿子来说 现在除了大声哭泣 还能怎么办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三人殉情跳崖的事迅速传开 陆赵家为此事丢尽了脸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绿子只能躲在吉武家 阿湘不厌其烦地照顾着姐姐 绿子告诉阿湘 他准备去当尼姑了 从此不染半点红尘 阿湘很懂绿子 毕竟位在长夜哭过的人 不足以与人声 这句话让绿子瞬间破防了 另一边 板东现在很苦恼 这样的事情要怎么办 一郎也想着帮姐姐说话 却表达了错误的意思 这让板东瞬间大怒 连滚带踹地让他滚 看似板东怒火巴掌 其实这位父亲是崩溃了 西楚父亲的背影 是岁月的沉淀 也是生活的恩赐 芳华已逝之时 这个男人只剩下了落寞 回到吉武家里 麻长跑来告知姐妹 有个军人来找绿子 这个军人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喜欢绿子的小斌 还在阿湘订婚时大放缺词 差点被板东打死 绿子表示不见 阿湘独自出来待客 此时的小斌 不再是无名小卒 他听从绿子的建议 头皮从容还上了军校 现在是一名日军军官 他很休养地和阿湘问好 阿湘也很高兴 有一种故人相见的感觉 小斌表示 这几年没有一刻忘掉大小姐 而他这么努力上进 只是为了可以和他拉近距离 他所有的努力 就是未能取到绿子 其实这些话都被绿子听见了 绿子也知道 不露面不行了 小斌说 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一定能给你带来幸福 从第一天进入入罩 我就很喜欢你 让我去当兵的也是你 包括破坏阿湘订婚的事 我都照做了 绿子却表示 觉得你现在有机会了 因为我欠你人情 但是请你不要误会 让你去当兵 只是觉得你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仅此而已 这句话伤小斌好身 他此行是跟绿子求婚 但绿子无情地拒绝了他 说出的话也让他黯然伤身 到了晚上 吉武找善吉谈话 善吉却爱搭不理的样子 甚至这件事牵扯到了弥太郎 铁骨铮铮的弥太郎被吉武一问 就招了他们去青楼的事情 吉武教育弟弟说 那种地方只有不知好歹的傻子才会去 善吉却反驳他 好家伙 这是个惊天大消息 阿湘转头就走了 也是在第二天 刘依来拜访吉武家 阿湘出来迎接时 刘依还给女儿炫耀自己的戒指 其实这次刘依来是有任务的 他告诉绿子该回入罩了 这件事情风波差不多过去了 绿子很疑惑 是父亲的意思吗 刘依依摇头示意 这种事情他绝对说不出口 但是我非常了解他有多担心你 绿子却表示 我不会回去的 我也没脸回去 刘依依也认真地对绿子说 你还想折磨你父亲吗 你不知道他有多难 他原本想参加和元的葬礼 却被对方家扫地出门 甚至水桥家的巨额赔偿金 也是他给的 他现在真的很惨 这一番话之下 绿子终于动容了 也是在第二天 绿子决定回到入罩 板东也很有意思 本来还看着报纸 听到绿子回来的消息 立马就给躺下了 一副病入膏肓的样子 绿子的事情算是翻篇了 可他回家的不久 入罩又发生了破产危机 更加糟糕的是 吉武家也发生了大事 他们一家还会经历什么呢 就让我们在下一期再揭晓吧 喜欢的别忘了点赞订阅哦 咱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